我跟泽平进去剪 你们好好招待一下施老师 陪他多闹了 我们很快 这个剪得很快 行吗 我们聊到天吧 这是女主人走了 你们代客知道 这营销流程是吧 是了是了是了 不理人了 是这样 唐说你来这多久了 唐说你来这多久了 小唐 小唐小唐 你来这多久了 我和他都是六年左右 六年是吧 那不就最早就开始 是吧 差不多 谢谢啊 他是最早 然后他晚了一两个月 开了整个公司最早 对 公司第一人 嗯 嗯 这里演的还可以 好的 拉克迪卡了 那时候是什么感觉 刚来的时候 那六年起那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已经有点忘了什么感觉 那时候还挺紧张的 一开始熟嘛 嗯 那那个气氛呢 当来说那个气氛是什么样的 他不在 对没事 起来 你拿着 没有 是因为我们都不熟 你知道吗 啊 什么 上 上 慢慢的开得再好 就是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慢热 对 对 我们都不是那种就是很 你看我们代客知道就知道 我们就是 不太会交际什么的 对 就不是那种 来的时候都不熟 然后也很紧张 然后觉得 哦 你才是大明星 然后在这个团队要怎么工作 然后就交流也不是很正常 所以 一直很难说 慢慢的开得太好 嗯 嗯 你知不知道 你要把你们整个 team 砍掉了 嗯 从那个 你 说到 整个 嗯 说到整个或者team 嗯 team 整个或者team的时候起反应 不知道 或者你们觉得你们最赢得 关注的时候 就做什么都都 好像大家都非常大的关注 哦 什么时候 未来吧 哈哈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哎 你公司这个洗脑 洗脑可以的 可以可以 挺成功的 你最初对她的什么感觉 我大学的时候 有看到的一些 就觉得她非常地有意思 嗯 为什么呢 你觉得她有去到哪里呢 就是 她很多很搞笑的 这种梗就堆叠在一起 就让你可以 很愉快地度过三千钟啊 就是 很愉快度过 三千钟这么难度过 就是 有些短片 她可能讲了几分钟 其实她在等一个点 有的时候就看不下来 那跟她来工作之后什么感觉呢 就是 嗯 就没有看到她就更认真吧 就是 对待 就 我也说不好 就是这个人 她也是处于 沉默保言的那种 写手说话 嗯 那我也不说了 不是让您闭嘴的意思 哈哈哈哈 我说说以后觉得很奇怪啊 我们在课就好像是这样 嗯 我可以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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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撞了 差不多得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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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紧张 对 很紧张 紧张傻啊这是 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很难聊 嗯 挺好的 我们真的是很难聊的 一起 没事 没事我们的节目主要靠尬聊 没关系 然后我们在反向发问 对 嗯 你这影片都快点 我会撑不住 哈哈哈哈 再坚持一下很快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还好 不要丢人 我看你们聊挺好 哈哈哈哈 雪老师很好聊的 哈哈哈哈 不是 家里来起了 陪好客人啊 一块儿来陪 我回来了 来来来来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为什么老板 这是我们工作正常的这个 节奏 节奏 哎呀 我不知道因为不了解他们 所以我就很想看他们怎么开会 看他们怎么怎么运转呢 当然也很想知道 他们这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 因为他们特别需要去把握现实 特别需要把握现实中人的 这些感受 而且这些感受变嘛 这个情绪是不断在变化的 这我也挺好 蛮好奇的 这个不行啊 我一会儿不行了 你们就进来救救我 你肯定不会在救救我 刚才我们不行的时候 我说快点点电子 你也是没了 我那可是没有广告 我觉得是我会爬出来说我不行了 照应来吧 好 大家听我的口令 哈哈哈哈 这个不能放桌上对吧 可以 刀啥 是我们那个大刀吗 还有刀啊 没有那个不是 那个是我们唐老师的道具 嗯 这个屋里面所有东西都是道具 哎呀都有笔记啊 教育主任做笔记吗 教学评估 对 我记得十三腰啊 从17年还是一几年 这是第三次找我们 我们拒绝了两次 一开始是害怕 什么节目我都不想上 然后后来是不行 徐老师说话我听不懂 我怕我答不上来 怕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文盲 三股忙碌 真是 我们都被自己感动了 嗯 他在弄什么呀 不知道毛毛吧 你们也知道要开几次这样的会啊 我一般两到三次吧 然后会包括拍摄啊什么的 嗯 每次开完累吗 累累累 我有时候开完一天 如果这一期有拍摄的话 回去就觉得大脑缺氧 嗯 对刚才我听你们聊一会儿 我都跟不上了后来 因为从A很快到了B B又到了C C又到了F 很跳很跳 对对对对 然后你得从我们聊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聊了 25个很碎片的东西 它里面可能有一个碎片 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更大一点点的碎片 就虽然我们拍的东西 已经是很碎片化的东西了 但我们聊的东西可能更碎 嗯 是不是这种 这种表达方式碎片种 也是大家这代人 就成长起来的 就这么 我觉得表达方式不是 表达方式还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那包括这个语境呢 因为从16年1560年 到现在过了六七 快七年了 嗯 整个这个网上的语境 也发生很多的变化 嗯 过去那些经验 它会完全被覆盖掉吗 还是说会什么样子呢 我很难更新我的经验 嗯 我其实是希望它能覆盖的 嗯 代表你有 更多的表现形式了 但是很难 嗯 你看不懂 瞧不上 或者是根本就不适合你的东西 你是无法去学习模仿的 嗯 比如说你让莫扎特来写一个抖音神曲 就可能也很难 嗯 所以你那套方法 我这样感觉这次我不是莫扎特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说你那套想法和包括那种眼光 就怎么就怎么理解那套有个框嘛 每个人看是有个框嘛 嗯 这框是怎么来的呢 你觉得 你现在想想 这问题什么意思啊 嗯 就是 就是你说你就那套经验吧 那个经验到底是什么 就怎么描述那个经验呢 对 我也不知道 嗯 就是我觉得我身上很多东西 可能就是 就天生的 就觉得先拍下来 拍下来 我在 我在找手段 我在找形式 让这个视频变得更有趣一些 那或者说你看到新的形式 你看抖音或什么 它是什么让你觉得你无法进入呢 或者是什么 什么阻碍了呢 因为它这个里面 就是它是一个新形式 但它都是旧内容 就是我看有很多会觉得 这不就是小品吗 或者这不就是 以前的那个笑话百科 我把笑话百科演一遍吗 就它都是旧的东西 嗯 它都是你不想要的内容 嗯 但是它如果说 说的非常的细节的话 就它的时间更短了 更碎片 非常非常碎 嗯 那你现在回想 你刚 你刚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你们那个是一个旧内容 还是新内容 嗯 还是个旧内容 加了一个新形式而已 我觉得它不是新内容 嗯 我也不觉得它是新形式 嗯 嗯因为在我之前是 我其实是看到别的地方有人拍短视频 嗯 国内国外的都有 我觉得那这个我也可以 一直都觉得我很好笑 哈哈 我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我好笑呢 嗯 哈 我太老了 我太老了 真的一个人都哭了 在那里面我看到了真的的友谊 友谊 他在前的妆 我的朋友永远都会没有这 这就是友谊 之前看过123吗 我 没有 现在准备看吗 没有 为什么 我会哭死的 太多才华了 哈 是挺兜的 对 就是他的第一反应是解构 但是他马上又来搞笑 把这个东西一样就化解了 他解构 他其实是说了真话 但是把其他解构 搞笑的点 看似粗糙 其实非常准确 所以我觉得他是主动性的 我发现拍比将 其实他的故事没有被呈现 他是有很多陌生感的 他看起来那么熟悉 但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人 你来过这儿吗 我没有来过 你进来 你现在这种感觉 还挺有点大姐大的感觉 有一种我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 对 那种环视四周 穿着黑衣服 我今天在家里面搭配了很长时间 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 笑什么 我不会买衣服的 你知道这就 他们跟我说了 我还真不知道 就沉浸式的剧场 我来看过一次 然后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舞台 蛮好玩的 他们挂了这些 是不是特别有中戏人的感觉 但我都不认识 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种话贴在上面就给人家一种 你不认识吧 这种感觉 我的咖啡本人不来 没有了是吗 醒醒我得 早说早说我给您带一杯 对忘了告诉你 我头发好吗 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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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到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翘 翘就翘吧 行你先倒吃倒吃 倒吃倒吃 好了已经很美了 很难再更美了 你到这儿想一下 我找到这个给你看 复习一下 这是我的那个研究生的论文 复习一下 这个我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这样说也不好 这写的挺很流畅的 我从反正进大学开始 我们丁老沈 他一直都说你写东西呢 洋洋洒洒 没有重点 然后写论文就比较痛苦 但我们这个论文 其实比较好写 需要引进句点的东西很少 主要是结合你自己的研究生剧目 等于是说你这个导演公司 是怎么做的 还是有一些引进句点的 包括我里面提到 有几个我挺感兴趣的 我可怕我现在像一个导师一样 我给你考考你的论文 你再答一下 答不上来能怎么低 包括你drama开始引入 洪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都不太了解他 我也忘了 我那话全都是靠着研究生时候 考学看的一些东西 对 我记得最早也是黑奴 徐天璐 就是中国 对 那时候 然后你提到英若诚 口语化 简练 对 他是给阿瑟米勒做翻译 还是什么的 所以把英若诚写的那些给看了 就很经典 是你最快能够理解到 那个时候 是怎么把这个东西 引到中国来 是怎么给他本土化 他当时是怎么弄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弄 那你怎么去给他们导这个戏呢 就是正常导呀 我也不知道中西怎么导 你比如说那就是舞台嘛 怎么弄呢 我们一开始是会 比如说你在这儿 你来 我还蛮好奇的 你是怎么排呢 怎么你怎么导导也蛮好奇的 我们是根据台词来的 就第一句台词什么时候出 比如说有一个人出现 男的先坐着 然后女的过来了 那你们两个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第二句台词什么时候出 然后就一点一点一点啃 跟演员一块啃 那包括你在想这个剧本的时候 你脑中是有画面的 比如在你自己在翻译也好 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自己会做一些小的这种调度图 但你实际还是得在演员排了之后 你才知道你的调度图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牛的导演 有一些很牛导演是 他画出来调度图就是准的 演员就应该按照他 那你自己在舞台上做演员 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不想上舞台了 我有几个同学 你能看出来 他们在后台的时候 整个人是向往的 来劲了 对就真的想上去 你是放光的 然后我跟老胡 老胡是我老公 我们两个人就在后台 这一会儿几点了呀 今天一会儿晚上我们去哪儿啊 我们俩是真的很想下去 就中戏每年本科是会有汇报的 你的亲戚朋友都可以来看你 我有一年腿舌了 然后我作为演员 上的两个作业 都得找别人演 我那年我就可高兴了 那镜头呢 后来一开始也不喜欢吧 镜头现在就是习惯 在镜头前面 只要你想你是可以做自己的 你在舞台上不可以 中戏有一句话叫什么 不要成为什么舞台中的自己 而要成为什么什么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有意思 所以中戏这几年还是挺神奇的 中戏啊 中戏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我很爱中戏 你断断续七年呢 其实也是你的人生的塑造时期 孟茸医生 其实对我塑造 我觉得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七年 就是断档的那四年 和研究生的那三年 那七年对我是最重要的 怎么说呢 就首先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谢谢 就首先是 我要拿咖啡过来 我发现坐这挺舒服 比那个舒服点 是吗 是吗 坐两分钟吧 因为我一个地儿 时间长坐不住 是吗 对 是吗 你就特别坐得住 我发现 对你说那四年 怎么讲 那四年空档嘛 无所事事的四年 我一开始觉得 就回想起那几年 我觉得很快乐 每天就是半夜 两三点 躺在床上看漫画 看美剧 跟老胡去楼下 吃那个陕西的面 面馆 但我后来又仔细想了 想了一想 那几年还是有 很彷徨的时候 还是有很迷茫的时候 就焦灼的时候 就是你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真的 也得亏是有老胡 赚钱养我 不然我也不知道 自己能怎样 包括一零年那时候 查出来 身体里面长了一个囊肿 也有很恐惧的时候 就是他其实那段时间 什么样的感情都有 什么就是什么样的 这个心里都有 你自己冥冥之中会觉得 那四年对你很重要 但你其实现在还琢磨不透 那四年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你会经常想起 那四年的时光 会 那四年包括研究生 我感觉我出名之前的 所有时光 就从我来北京 到我出名前 我都时不时会想 我来了吧 你好 虚昂很高兴 你这么客气 跟那个屏幕上 有点不太一样 比瘦对吧 更好看 那个解释系统很充分 都解释完了 我就是不上镜 我原来是演员 我知道你不是童星吗 你不是秀兰邓波吗 没有 就是做演员这条路 始终没有做到 特别好的程度 那时候你对他 最出什么印象 我们俩吧 上大学的时候 就特别好 因为我俩从个头 然后到外貌 都有点像 所以在大一的时候 老师和同学 搞混是吗 有时候分不清我俩 我是觉得我们那会儿 排作业的感觉 他就是有很多 比较有意思的想法 然后觉得他 永远是在餐桌上 提供笑点的那一个人 这么突出 就现在回想起来 你会发现他的突出 但是如果你不回想这件事 你就会觉得 待在一块是挺舒服的 那你觉得他这么多年 最困难的 就是最艰难挣扎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是大学毕业到研究生 中间那四年是吧 怎么讲呢 因为那会儿其实他跟老胡 虽然说大家毕业之后 都没啥钱 但是当时他们来讲 可能更难一些 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应该干嘛 当演员吗 不太喜欢 当导演吗 也行也不行 但是他太累了 就是是他身体那个时候 我没有办法承受的 当时我跟老胡吧 应该是还在跟他说 那你要不然当老师 因为有寒暑假 可以休息 所以后来可能才慢慢 去考了研究生 最早对姜亦磊什么印象呢 我俩是莫名其妙 在大一一上学 就成这个关系特别好 那会儿我觉得 这个女孩虽然有意思 但得忍一忍 要忍什么呢 事态的 我觉得真正特别走近 应该是他考研那会儿吧 有段时间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 我每天下班回家 一件事不是回自己家 去他家 就换一换 对 每天晚上下班 必去他家 他们家等于变成你的居酒屋 然后回家 然后我那时候 不会意识到 他俩会不会烦我 我就来了怎么了 他那个 因为他中间空了四年时光 你就那几年时光 对他的 他会跟你表达吗 或跟你讨论吗 我觉得他在我面前 很少释放脆弱 你释放吗 我释放 我是个很爱释放的人 我就印象很深 其实在那四年 有两个人家事 其实是让我觉得 这个朋友可以交一辈子 我觉得我那几年 也是也在努力工作的一个状态 会有很多很不顺 很抑郁的事 然后白天 我就是他把我叫出来 说你要跟我去晒太 然后在太阳底下 就带着我一起 做那什么操之类的 做运动 对 然后还有一次是 他陪我出来吃饭 吃完饭 我说要不我们走回去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不爱走路的人 他竟然答应了 我当时在那一刹那 我觉得我就好了一点 因为他从来不走路 十分钟的路就要打车 就是我觉得这两件事 让我觉得他心底 其实还是很坚强 很善良的 很温暖的一个 对 这有情对你 杨敏好 托尼方 就是你们好像一种 很特别的那种 亲人式的有情 我觉得可能因为 我们都是不生子女吧 所以大家可能 在不自觉的时候 就把一些人 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了 然后互尼方 是我们家孩子的干妈 就也是清晰的一种 我从来没有觉得孤独 可能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朋友 包括你说 你做的很多这些 视频节目也好 它是不是还是挺典型的 等于是反映这代 很多心境 表达方式 什么各种 我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一代人 到底是什么样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比如说你们开始 小学代的电影院 那个门口 是你们第一次 一块拍吧 对 第一次 他那时候还在 中戏读书是吧 在研究生期间 那个时候 我是还在演员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没戏拍 然后就也会去找他玩 当时觉得 他有点兴趣 想做这个事 完全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就觉得好玩 然后说要不然 咱俩一块弄吧 我们就说行 就会聊这些事 那比如说你们中戏的学生 即使你要做影视 也是对大屏幕 有某种更强的感受 你们会对 这样的一个短的视频 然后这种舞台 会有偏见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 我跟江云蕾俩人 其实没有 但是 就是很多中戏的 我们的 这个系统里面 他们一开始都会觉得 江云蕾为啥在做这个 是看不太上的 包括 我在去这种 八大院校 介绍PubyTube 是怎么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也是 看不太起来 还是会觉得 这个东西太low了 这已经是哪年了 这已经是1819年 还是这种普遍的偏见 50%以上吧 江云蕾当时是什么反应 就不是啊 我觉得江云蕾这一点 蛮厉害的 你想从15年 大概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在拍了 中间有非常多的人的不认可 不知道你在干嘛 又不赚钱 一直在拍 那其实真弄到他火 是15年年底了 这半年呢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让他坚持下来 喜欢啊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 他很像是做一个 自己的作品 无非就是排大戏 这个东西 变成了在短视频上呈现 但是他完完整整 是他想表达的东西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这个戏的 编剧导演 所有的浮花刀 包括录音 摄影 都是他 所以他创造力的维度 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我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久到现在为止 可能拍短视频 就做这种体量的 这种创作 可能还真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方式 你觉得最喜欢 或者最让你 因为脑子里面想法太多了 就需要不断地释放出去 对 这是你用别的表达的方法 表现的形式 所达不到的 把它写成一句本 写成文章 它有很多东西 很难用文字 去给它写出来 拍电视剧 拍成舞台剧 周期太长 然后它体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可能短视频 反而是给我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去表达 我自己想法的一个手段 因为一开始 从第一条开始 没多久 中间过了半年 其实就一个爆炸性的成功 你现在回忆起来 那种冲击到底什么感觉 就它其实分好几层 你真说第一反应的话 就是很开心 但是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它所有的这些 都体现在数字上 转发了多少多少 你的生活没有改变 然后慢慢地 对你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甚至是你躲在路上 会有人认出你了 你才开始觉得 这个东西入侵到你的生活了 就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再到后来就是恐惧了 很恐慌 那时候很恐慌 恐慌是大概什么阶段 出名没多长时间 就开始恐慌了 你当时只觉得 哇 互联网太可怕了 就奇奇怪怪 声音太多了 是你自己没有接触过的 适应不了 你怎么 打电话给杨明哭 就打电话给杨明哭 他们为什么要骂我 但你之前是个活在网上的人吗 是我是 我是一个互联网就很深度的那种 就重度的一个 重度的 重度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 你跪着吧 我等一会儿 这是我们点的是吗 你们不是给徐老师也点了吗 他的呢 我就分这一份 我们预算有限 吃吃吃我的 吃我的 我们这个才19块9 这个阶段 多久可以适应的 那种被入侵 然后被评价 不得不断地各种评价这种 到一 将近两年吧 那个也是我团队开始磨合 差不多磨合好了 他们有时候会给你一种 不要怕 我去帮你骂他 这个特别可爱 特别直接是吧 对 我去帮你骂他 我这里有证据 我们给他从头到尾捋了一下 我们没有问题 你不要害怕 他们比我冷静很多 也比我乐观很多 所以他们能安抚到 你的情绪 我那天开会特别可爱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 家庭戏班子 我们一直有一种 小作坊的感觉 或者很像当时 那个台湾综艺节目 就是他们有一个团 今天有什么新闻事件 他们就立刻开始写本子 然后晚上开始演 就他就变成一个 对当时台湾社会的各种 分析理解 包括嘲讽的一个 特别有趣的一个东西 有一点像吧 可能有一点像 我的团队这帮人是 有时候能给我提供 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 对 而且你兴起的过程 正好是舆论环境 开始非常的 两极化的过程 是 怎么办呢 你没想过往后退却吗 没有 没有 要吃饭的嘛 要赚钱的嘛 而且最那什么的时候 你只是有一种 很委屈 很冤枉的一个情绪 但那个情绪又不是 压倒性的 摧毁性的一个情绪 出来的就好了 被这么大量的关注 因为你想 你们都不喜欢被关注 不容易上去 那在边上 你怎么应对呢 就是做鸵鸟 鸵鸟 做鸵鸟 只要我看不见 它就没有发生 就这很好的办法 很好的办法 非常有用 然后现在慢慢 可以适应一些了 但是我的适应方法 就还是不看 不会像以前看到了你 我会手心发凉 会出冷汗 江亦了一开始 承受力怎么样呢 就是突然被 这么多人议论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 普通人来说都要试 都很难承受 这个很难 他现在已经坚强非常多 他对崩溃时候 怎么应对他自己 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 反正跟我就会哭 但我那个时候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太把他当回首 我说多大事 那什么时候开始 更意识到他那种 真的痛苦的 那六年那会儿 其实确确实实 我们两个都蒙了 我觉得可能人生中 你遇到压力 就极度压力的时候 并不多 总觉得那个时候 对我们俩来说 都是 是在拍卖之前吗 拍卖是一个很标志的事件 这个我们交易的 其实是在 应该是在拍卖之后 之后是吧 对 虽然就是可能 别人会觉得你反而赛 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 好难 好 就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应该怎么过去 拍卖之前 我觉得可以坦白讲 都是幸福的烦恼 后面是因为整个的 这个舆论的声音 很多样化 然后你就发现 就是你很朴素的一个念头 就被取决出 那么多种版本来 然后你又拍出了 一个两千多万的价格 虽然我们都已经捐掉了 但我们后面 比如说 都算我要去变线 我应该怎么定价 对吧 然后定完价 客户会怎么看 然后网友会怎么看 对吧 然后最惨的是 我觉得我们俩 在九严桥的一个开会店 室外 俩对着哭 因为他想哭 他哭高 我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什么契机 是什么引发的 就是他有一个前提是 他就不是冲着一个 要获得这么大影响力 去的这么一个初衷 如果说 我今天就想成为一个 特别有影响力的人 我做这件事 就为了这个目的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你那个承受力 可能会更强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 但我们在做这件事的初衷 就不是要那个结果 它产生的后果 和你自己的预想 那个差值非常的大 它伴随的就是 肯定有人说你好 就有人骂你 有人支持你 有人就会从各角度分析你 这个肯定会受不了的 对 我现在想想 你们16年那时候 就简直像一场梦一样 真的 就是很有趣 对 很少有人突然做 这么大的梦的机会 后来想想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 都是在补课吧 因为你跳过了很多个步骤 对 有很多种感知 很多种认识 很多种感受 该经历 但我们未曾经历过 那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可能都要补回去 要还的 都要还的 那个刻补起来太难了 对 现在等于这一代人要为自己 这一两代人要为自己 之前过分的整个